好好用电子书 电子书就会好好用 不分老少人手艺本电子书 马来西亚慈季雪荣分会与各据点志工齐聚一堂 学习近思电子书的操作运用 即使隔山隔海 也要学习做一个带动的种子 从东马回到西马这边将近三个小时来听这个说明会 我们当地就是说要有一个种子 就过来听了 过后回去带动 此季雪荣分会与据点 今年推广超过500台近思电子书 并为此特邀台湾花联总职业中心资讯团队 及高雄电子读书会的吕美云老师 丽林分享如何妙用电子书 让志工可以更快熟悉上手 做到人人读书文法精进 上人就是很希望我们人人都有在用 所以要做听话的地址 很多书买了都是才读几页 这样子就放在一边 然后又新书了又 这样这个呢我们就可以 他说可以开那个声音嘛 700多本书 真是要做到 尽量地要把它读到 2010年刚推出平板电脑就开始使用至今的书起缝 当初因为不习惯使用第一代的近思电子书 请购测试不到半小时就马上转手让出去 忏悔当年行动的他再次请购电子书并随身携带 要弥补过往措施的法 我听了比较多的就是近思妙连法或者是新法相的笔记 不像iPad 这很多广告会觉得会有很多杂乱的这些新闻或者一些事件 反而是看这个此期的电子书呢 会感觉有一种很清澈很宁静的感觉 透过此期电子书找回一颗清净的心 近思地址要紧跟上人的脚步 更要紧贴上人的心 大新闻 夏文颖 罗国冲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